好这一节的话我们会聚焦一个问题 聚焦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何建岗位数据库的问题 那一提到岗位数据库呢 我们必须想要就是一个系统 一个IT 那IT技术的角度呢 我们暂且就不涉及 我们就是从HR的角度来看一下 怎么去建这个岗位数据库吧 那我们会参考一些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主要就是来自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网址呢 是www.1tcenter.org 那这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岗位信息库 那这个岗位信息库呢 是来自于美国劳工部和就业服务中心 它所提供的一些大量的岗位数据 occupation information is sponsored by US Department of Neighbors and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参考资料的来源 那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 为什么要去建这个岗位数据库 那我们建岗位数据库呢 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一个考虑 首先我们说岗位说明书 因为我们在进行招聘的时候 你去po招聘广告 或者应聘者他应聘也要看按照聘广告 那以一份信息完整准确 描述清晰用词得体的岗位说明呢 无疑会非常有助于招聘者和应聘者 对岗位有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那在评估人杆匹配时有统一的标准 为绩效评估和培训开发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那首先我们在做人杆匹配呢 最怕的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 然后在评估岗位匹配的时候呢 各自采用各自的标准 标准不同意的时候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然后绩效评估和培训开发也同样是一样的 那我们采用同一份的 岗位说明书都是同一个 那大家都非常清清楚的 第二个呢就是人力规划的因素考虑 那这个人力规划要结合企业的一个经营战略规划 那企业经营战略规划一般是未来的3到5年 那你可以是预估企业的一个员工增长的规模 然后规划新增或替补的岗位数量 评估岗位的招聘难度招聘资源是否适用 以及招聘成本的问题 还有一些因素呢 比如说组织设计与开发 岗位设计 继任者计划 提醒需求分析 职业发展 劳动力开发等 这些都需要呢 我们有岗位数据来做支撑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建岗位数据库的问题 那建岗位数据库之前 我们了解一下一个概念 什么是岗位模型 岗位模型呢 是思考工作岗位的重要信息框架 因为我们对岗位的认识呢 你首先要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那有系统全面的认识 你得有一个框架framework 这个框架呢 可以给你做个指引 也就是你在看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到这个工作的方方面面 需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呢 那这个岗位模型就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那它有四个方向 六个区域 四个方向呢 是岗位测 人才测 同一岗位 不同行业或公司 具体岗位的具 具体公司的具体岗位 那六个区域呢 是员工特质 人工要求 经验要求 岗位要求 劳动力特质 和岗位的具体信息 那这个模型讲什么样呢 模型就长这样子 那上面呢 是基于人才 下面是基于岗位 左边呢 左边是岗位 左边是跨岗位 右边是岗位说明 那越靠越靠近左边的部分呢 就是呃 同一岗位在不同行业或公司的一些岗位说明 那越靠右边呢 就是具体公司的具体岗位 那我们先先来看一下 第一 我们先看上面的部分 第一是Worker Characteristics 呃 员工特质 员工特质 包括哪些呢 Abilities Occupational Interest Work Values Workstyles 那就是说呃 员工的一个工作能力啊 工作价值啊 工作风格 以及他的一个职业兴趣度 再过来呃 员工要求 这个岗位的员工有什么要求呢 他会要求他的Skills Knowledge Education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啊 知识啊 以及呢什么样的学历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呃 经验要求呢 经验要 要求就是要有多少年的经验啊 有没有培 培训经历啊 以及技能 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 他最最低最低 需要具备哪样的技能 是否需要从业资格 正式的Licent 那我们看下面 下面是呃 岗位测的 Occupational Requirements 岗位要求 岗位要求会包括哪些呢 Worker Activity Organization Context Worker Context 那就是呃 岗位的活动 岗位的活动呢 可以是从最宽泛到最具体 General To Detail 以及Worker Context 工作环境 接下来再过来 就是Workforce Characteristics 劳动力测试 劳动力测试这一部分信息呢 主要就是关注于 Nable Market Information 和Occupational Outlook 也就是外部的信息 你用工市场的信息啊 以及岗位的一个 就业前景怎么样啊 在最右边 Occupational Specific Information 那就到了一个具体岗位了 那具具体岗位 它就会包括 包括你对岗位的描述啊 岗位的名称啊 这个岗位具体要干干什么呀 它需要具备一些 它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样的 呃 呃 软 呃 软件技能啊 掌握什么样什么样的工具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岗位模型 这个岗位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越理解了 你把这个岗位模型 理解的越好 你对招聘的岗位呢 就可以越通透的去看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了解 那岗位数据 岗位模型了解了之后 就要接下一个问题 就是岗位数据从哪里来了 岗位数据呢 我一般是从组织内外部去采集 那如果你从内部采集数据呢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那问卷调查 其实第一个 你就是设计模板 设计模板呢 设计适用于组织内部的一个问卷模板 那样本的选择 一般我们的样本选择 是选择岗位的在任者 HR专家或技术专家 HR专家主要是HR的一些从业者 当然这种都比较倾向于是资深的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HR的流程制度 以及岗位有非常充分的认识和实践 技术专家也是一样的 要非常的资深经验丰富 那问卷说明 接下来是问卷说明 问卷说明就是我们在调查前呢 要就问卷的相关内容 数据和条件呢 跟被调查的对象 跟你的问卷对象做相关的说明和阐述 让他们了解 应该怎么去填写这份问卷 再接下来就是采集分析存储数据 那采集方式呢 主要是以在线问卷 然后通过手机端或电脑单出现呈现 一般现在呢 可能是手机端 使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可以考虑这个QR code code二维码的信息 那分析数据呢 就是看目标岗位的一些工作任务频率 还有岗位绩效的重要性 相关度 存储数据呢 我们建议是使用数据库 LUMAICAL MANGO DB 而非Excel 为什么不用Excel 因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了 Excel的查存效率和延展性扩容性会变差 当然一般企业的内部感染数据呢 从几百个到最多就是一千来个感染数据的样子 所以Excel完全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我这里只是建议说 你最好用数据库会比较多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外部采集 外部采集呢 主要就是通过网页获取跟问卷调查 网页获取呢 我们主要就是关这些招聘网站 目标公司官网 还有政府网站的一些数据 政府网站主要是拼向一些政策导向 还有政府方面一些统计数据 那采集数据 我们就通过互联网去海捞岗位数据 这里就涉及到一些IAT技能 那这个IT技能呢 如果公司里面有爬虫工程师 因为我们在捞取数据的时候 最主要是依靠一种编程语言 叫Python的爬取 那如果有爬虫工程师的话 HR可以提供爬虫工程师 对岗位数据的一些相关要求 有爬虫工程师来采集所需要的数据 然后如果你HR可以自己 可以去捞取这些杠的数据的话 当然是最好自己来做 那如果通过爬虫工程师 你要告诉爬虫工程师 你的目标杠位 它最好在什么区域 就是说在什么城市 什么行业里面会比较好 这样类似的一些相关数据要求 那另外就是清洗数据 当你把数据爬起来了之后呢 网约数据通常它不会像温准数据那样 干干净净 所以爬虫工程师或者HR需要 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 那你就方便进一步的去利用这一部分呢 可能是会比较费时费力的 但是呢当你写好了清洗数据的脚本之后呢 以后都会非常方便 接下来就分析数据 分析数据主要是这些数据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行业啊 岗位啊 公司啊 薪酬在分析中去洞察呢 行业的一个薪酬行情 薪酬行情 当然你也会发现有些不足啊 比如说岗位的一个就业前景啊 从业者规模啊 预计岗位的数量增长率啊 这些东西呢 一般是政府层边的数据 比如说你那个岗位的从业 岗位的一个前景 就是未来 为了这个是一个宏观经济上 去看这些劳动力 用工市场的这个前景 当然啊 如果政府层边的数据 不能获取到的话 某些咨询公司 他可能会有这些数据 那就要看咨询公司 他所采取的数据质量 以及他采取到了哪些城市 哪些行业的数据了 这个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然后就是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呢 我们是必须要使用数据 数据存储和查询的 因为外部呃 岗位数据量一般都很大 他跟呃 他跟我们去采用问卷调查 形式内部的这些呃 这些数据的 在数量上是不可以去相比较的 外部数据通常会很庞大 然后你随着时间推移呢 那岗位数据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必须要使用到输入数据库 而且他也会很方便 你去查查询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如何做这个岗位的问卷调查呢 我们以呃 企业内部收据的数据为例 那我们先看一下 温卷调查的一个构构成 第一个呢是知识史的部分 知识呢我可以说设计三十三道题吧 那平价呢主要是重要性和掌握程度 重要性呢大概一一到五分 掌握程度是一到七分的样子 那这个呃这个事例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呃第二部分呢就是学历和经验 大概就是设计五道题 这个是针对继任者 平价所需的学历经验啊 经验需要多少年啊 感情培训需要多久 师徒培训需要多久 从业资格正是否重要 这个师徒培训是什么意思呢 师徒培训就是说这个新员工他入职的时候 是否需要老老员工 哦在工作当中去带去带带他 那如果要带这么个新员工 那需要带多久的时间呢 是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就是工作风格 工作风格是十五道题 也是评价重要性 一到五五分 一到五分 嗯 再接下来就是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呢 首先我们就是说先看一下 工作岗位的一个概述 那让受评价者去评价岗位的一个配度 接下来就是列举工作任务 让受调者去评价工作任务的一个频率啊 与岗位绩效相关度和重要性 第三部分呢 就是受调者自由补充一些工作任务 因为你可能提供给他那些工作任务呢 有有有些遗漏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新增的部分 可以让他自由补充一些 再加上就是受调者的信息 受调者的信息 如公号部门 岗位服年限学 学历年龄性别 职属上级资格证书 这部分呢 可以也是属于员工的一些基础信息 可以通过花名测区或获取 再加上就是岗位职责 岗位职责大概有41到提的一个评价 评价的就是岗位活动的重要性和掌握程度 重要性也是1到5 掌握程度是1到7的样子 再接下来就是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情况会设置比较多一点 大概是57到提 评价的是岗位的相关关活动的频率 重要性和一个工作时长 因为对工作环境 其实我们一般对工作环境的一个评价 往往是比较忽视的 为什么呢 其实你去看招聘网站上 那些招聘岗位 对工作环境的一些描述 是非常之少的 这个是在国内比较普遍的现象的 但是其实工作环境的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岗位 它是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中去展开的 那对你在与候选人去沟通 以及你去评估候选人之前 他的一些同学经历 你大概会跟他现在将来 如果你选了这个人的话 他对现有的工作环境是否适用呢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 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很多企业都不太在意 但是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它的提量也比较多 评价的提量也比较多 那最后呢 就是总结的部分 总结的部分呢 第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岗位书 当然说第一是为了岗位说明书 第二是为了人力规划 那三呢 就是出于组织设计和开发的需要 四呢 就是岗位设计 五呢 就是继任者计划 培训需求分析也需要 职业发展也需要 劳动力开发也需要 等等那怎样去建这个岗位书数据库呢 第一你要了解是岗位的模型 模型就是我们的四个方向 六大区域 然后就是数据的来源 数据的来源呢 就是企业的内外部的数据 内内部数据是问卷调查 外部数据就是网页获取 跟问卷调查相结合 然后就是问卷调查 因为问卷调查要如何做问卷调查 那我们也说了 问卷调查的一个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